在静心长老的寿成帐 大众也献上满满的祝福 佛教向来以弘法立身 为世间消灾解恶 静心长老直理修行 几十年来度化无量的众生 生团弟子们无不为长老带着满满的祝福 而静心长老也在现场接受大家的祝寿 静心长老九四一的所担 今天国内的因缅 包括国外的这些法租 这些祈福 都回到光德寺来祝福 在世界中 我们的法师的信心长老 在我们的佛教界 乃至说对我们的忠告 两岸的因缘 它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人家说得高望重 所以今天这些因缘 回来祝福 标识老人和他本身 对人的接待 或者因缘 都得到非常多的人脉跟因缘 所以今天回来祝福 祝福 长寿百命 希望 正华九四 与慧信仲献上虔诚的心 广直无上福田 借由这次世界和平 消灾祈福大法会 将其送大圣经咒所作功德 祈求三宝加批 回向世界 远离天灾人祸 十方新闻 威文许剑一 高雄采访报导 小散尔 小散尔 小散尔